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香港青年频道 我是大眼 我是阿西 我是小明 跟着中国著名的摄影师陈曼 为了Dior这个品牌的展览 拍摄了一些照片 现在这些照片在我们中国里面 就受到很大的争议 有很多网民就直指这个陈曼的照片 是企图丑化亚裔的形象 究竟事情是怎样的呢? 我们稍后一起来说说 在影片开始之前 请大家赞好留言订阅我们香港青年的频道 还有记得按旁边的小铃铛 而西瓜和今天头条的朋友 你们除了可以关注我们频道之外 也可以按旁边的推荐键 按住三秒 还有在影片开始之前 我好朋友梓敬还有些东西想跟大家说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梓敬 梓敬已经报名参选今届的立法会选举 竞逐新界东北 即是大埔和沙田的议植 梓敬这几天下区 也有不少朋友为梓敬的选情 很紧张 那便问我 喂 梓敬你何时会出政纲啊? 你的对手都出了好几天了 首先在这里好多谢这些街坊 他们都是因为紧张梓敬的选情 所以才会这样问 其实是这样的 大部分的政纲 我们当然已经准备好了 因为这些大概的想法 我们一向都有了 主力分交通 住屋 医疗 和社区规划等等 这些大埔和沙田街坊 最关心的议题 但是我们今次选举 我们的口号是 创新 敢言 为民生 对我们来说 创新并不是一句口号简单 而是一种根本性的改变 我们认为建设社区应该由下而上 所以我们的政纲应该是建基在市民的声音 而不是空中流角 今次的政纲赞社 所以祈敬就很希望有你的参与 如果各位住在沙田大埔的街坊 对香港或者你的社区有什么想法 我们都希望你可以WhatsApp我们 9157 1452 9157 1452 将你的想法告诉我们 我们就会将你的建议 融合成为我们的政纲 和未来的工作目标 接着我们很快就会公布我们整份的政纲 所以大家记得 将我们的联络 9157 1452 进入你的电话 再WhatsApp我们 希望可以很快收到你的建议 多谢 12月19日就是立法会选举 希望各位住在沙田大埔的朋友 都可以支持我 投我李子敬神诚的一票 给我一个机会进入立法会 紫敬会议创新感言作风为民生拼搏 创新并不是一句口号 而是一种根本性的改变 各位朋友 你愿不愿意和紫敬一起 带动这种改变呢? 多谢 我想很多朋友和我一样 都希望在议会里面 可以听到紫敬的声音 我们事不宜迟 先讲讲今天的话题 就位最近 我们中国有位著名的摄影师 他叫陈曼 他就为Dior这个牌子的展览 拍摄了很多照片 当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因为在陈曼最新的作品里面 照片中的女孩 面珠灯就塗满红色的胭脂 但是面上是满布雀斑的 而他两条眉毛 又是比较淡色和淡色的 而他双眼就非常细长 如果用俗语来形容的话 是可以讲得上一对蒙猪眼 而且眼神 就是带了一点鬼味地看着镜头 而且他头上的发型 还是用了清朝时候的样式 他双手就拿着Dior这个品牌的手袋 而在他左手的两只手指 就很明显看到 他是戴着当时在清朝很流行的指甲套 这种指甲套一般 在清朝时候都是满人 甚至是皇宫贵族所带的 很明显他这张照片里面的女孩 整个样子都是想表达给大家知道 她是一位中国人 但是事实 现在我们的中国人 是不是个个都像她那样的样子 这个我自己也很质疑 因为满面穿的女性 以我自己的经历的话 其实在外国是见得最多的 而且世上的眼睛 也不是代表着我们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是这样的 反而我自己就觉得 世上的眼睛 多数都是韩国人 只是在外国人的眼中 就觉得这种样子 就是代表着我们中国人 所以网友质疑到了 昨晚拍的这批照片 是不是有涉嫌丑化我们中国人的形象呢? 其实如果Dior这个品牌要打入我们中国的市场 想更加在我们中国的市场里找到生意 他拍的照片是否符合实况呢? 例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我们中国的歌影视明星 真的没什么人像他这批照片那样的 而这次是陈蔓的照片出了事之后 陈蔓他本人和Dior这个品牌 都是没有出来道歉的 那我们在讲陈蔓之前 我们首先讲一下陈蔓究竟是什么人 陈蔓本身是一个知名的摄影师 在内地亦都帮很多不同的品牌去帮他拍照的 在2001年开始 陈蔓就在欧洲、美国和亚洲不同的地方里面 也都拍了很多照片 和拿过很多不同的奖项 而在亚洲里面 更加帮范冰冰拍了很多不同的照片 也都非常漂亮的 那自此之后 陈蔓就不单单是中国的著名摄影师 他都升了一个层次 变成世界级摄影师 而期间他帮很多不同的杂志去拍照的 好像国际的知名杂志Ella 和时尚的杂志 时尚巴沙 而这两本杂志 亦都是中国内地最知名的时装杂志 那听你这么说 陈蔓作为一个中国人 不止是中国红 总是红到出国际 那很应该 就肩负起说好中国故事的这个责任 而不是在我们中国红到出国际之后 就帮外国的品牌 来丑化我们自己人 现在很多网民就说 他这次的作品 究竟过不过得到自己的眼睛呢 和自己本身的审美观换也有相确呢 究竟他这次的作品 是不是唯有得到西方国家的青睐 而不理我们中国同胞的感受呢 而事实上 这幅作品已经受到我们很多网民的抨击 就说他根本就没当过我们中国人是什么一回事 尤其是在那本时尚雜誌 时尚巴沙里面 他拍到Angela Baby 舒奇 和迪丽叶巴 那张照片漂亮得不得了 因为本身这三个艺人 都是出了名我们中国的美女 那陈蔓应该见不少美女 他帮那么多知名人士去拍照 他应该很清楚知道 现在普遍我们中国的女性 都是五官端正 就不像那些洋人那样 每面都着斑 那就证明了 根本就不是他审美眼干的问题 那究竟为什么要选用这个model呢 为什么Dior会选择这个模特儿给他呢 加上陈蔓影自己的照片也是非常漂亮的 说到最后 其实他身为中国人 身为中国的摄影师 他应该是讲中国的好的故事 传扬中国好的文化出去 现在出现这样的作品 就很难怪别人 这样来赚钱 你过不过到自己呢 你这样丑化我们的同胞 究竟你是不是需要为五斗米而摄要呢 那Dior也不是单单因为 陈蔓影事件而出事的了 早在2019年10月 Dior校园宣讲会上去展示一个中国地图 就缺少了台湾省 那究竟为什么呢 究竟Dior是不是觉得台湾省不属于我们中国的一部分呢 也有网民说 Dior是不是拿张不完整的中国地图出来 说真的我就觉得一张完整的中国地图是很容易找的 反而一张缺少了台湾省的中国地图 就更加之难找了 那就是摆明Dior是特意的了 虽然Dior在随息就立刻出了个道歉声明出来 那他将道歉声明上面就说真的好不好意思了 那Dior一位员工就错误地演绎了一件事 完全不代表Dior公司的品牌 那就是Dior完全推卸了这个责任给员工 就是伤害了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 想着随便把责任推卸到员工那里就算了 那转过头我伤害你美国人的感情 在美国地图里面少了个LA 少了个纽约州 又行不行 虽然Dior说得很好听 说要维持一个中国的完整地图 那现在真是说真的 这张地图缺少走到台湾生日的地图 又真是什么意思呢 那有数据就指出 Dior这个品牌在世界各地都有 但是它在中国的发展里面 也是最迅速的其中之一 那究竟Dior有没有想过 在中国做生意 是要维持中国人民的感情的呢 现在就令到大部分的网民 猛烈的评击它 那现在这间公司 在中国还能否纳触到呢 先说回这张照片 我本人觉得不算是漂亮的 我想应该有很多比它更好的选择 例如选一个不同的朝代 选一个不同的模特 也都可以的 其实要丑回我们中国的品牌 就不知Dior一间的 最令人印象深刻 就是这个意大利的奢侈品牌 Dossi Gabbana 它当时就发布了一个系列 就叫做起筷吃饭 它里面讲的那个模特儿 就用筷子去吃pizza 但是作为中国人都知道 筷子是单手拿的 但是讲的里面 那位华弱无得意呢 就用双手去拿筷子 好像刀叉那样玩 其实它这个动作呢 就明显歧视我们中国 就涉嫌 形容中国人就好像笨拙的感觉 就连pizza都不懂得吃 其后这个广告一出之后 即时有大批的中国网民 表达了看完这个广告之后 非常之不舒服 之后又令到很多中国的网民 去到这间公司的创作总监 的社交网站上面留意 但是这位创作总监 没有道歉不得止 还在他的社交网站上面 还涉嫌发布一些抵挥 我们中国的说话 随后本身代言这个公司的代言人 就纷纷走出来 就发表声明 说从此不再代言这间公司 而到最后 这间公司都仍然是四不悔改 坚持不道歉 还联合了意大利的民众 一起去抵制中国制造的活动 那除此之外 另外还有三个品牌呢 将澳门 香港 和台湾省 建立成一个国家去演 而且还引在T恤上 而这三个品牌 分别就是Gifonti Coach 和Wassati 其实你这个设计 就是将一个城市名 和国家名 放在一起 但是为什么 其实你会将香港 和澳门 那个正确名称搞错呢 其实谁人都知道的 我们一般称这些地方 我们都会称为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 和中国台湾 那究竟你是特意 还是有心的呢 其实这些奢侈品 最大的市场 就是我们中国 那为什么你们会一而再 再而三 吃着我们中国的饭 但是又伤害我们中国的感情 其实好像这些外国大牌子 又或者有些所谓的艺术家 他们用到一些所谓的艺术品 来丑化我们中国人 或者丑化我们亚洲人的事情 其实都不是第一天的事 要数真的有牌数 就好像我们小时候打的游戏机 里面的游戏 很多都是 只要有中国人的角色 本身的设置就是比较弱 例如说我们小时候打的街头霸王 里面春丽这个角色就是中国人 又或者是中学时代玩的拳王 里面又有一个中国人角色 但是就是一个老伯伯 其实这些外国的文宣 他们经常把我们中国人 都设置作为弱者 又或者在他们的电影里面 每逢拍到我们中国的街头 或者是我们香港的时候 就拍到我们的地方很乱 很多偷黑拐骗 但是他们的外国人 有很多都没有正正式来过我们香港 来过我们中国 所以久而久之之下 在西方世界 我们中国人都会被他们丑化到这样的模样 其实透过Dior的这件事 我想可以令到我们很多中国人都有个思考 在我们谋求我们个人发展 或者谋求一些商业发展的时候 如果看到这些外国人设置的陷阱 我们应该第一时间去拒绝它呢? 虽然找到钱的感觉很满足 但是我们也不能为了金钱 就丧失了我们的个人骨气 好了 今天我们香港青年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拜拜